嗨 大家好 我是Tim 最近超市流行一款超火紅的 瑞士三角巧克力蛋糕 所以呢 我們今天決定要來還原它 那我們要怎麼還原它呢 有請我們的師傅 嗨 大家好 我是小豬 小豬師傅 你準備好接受挑戰了嗎 OK 來吧 Let's go Chef Go 既然我們要做那一款瑞士三角巧克力蛋糕 那我們就要用到知名品牌的瑞士蓮巧克力 來製作這個雪藏蛋糕 師傅 我想要問問題 請問它的外層要怎麼做 外層的話我們用瑞士蓮巧克力來做它的裡面 然後再撒上杏仁角跟巧克力碎 那裡面內餡呢 因為現在看起來剛好都是黑色的 內餡的話我們用可可粉做兩層巧克力蛋糕 中間再夾鮮奶油 那這根是什麼 這根是餅乾 記得放上它 這樣就會下一個聖誕樹 哇 那我們來做聖誕樹吧 這根是餅乾 最後一次我忘了,把整個蛋糕 這根是餅乾 這根是耳朵 讀剛才的樣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耶 我们的小猪师傅顺利挑战成功 这就是我们的瑞士三角巧克力血糖蛋糕 师傅 如果我们广大的粉丝想要大家来自己DIY 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注意的 像这个饼干啊 高峰的冰箱容易受炒 可以换成我们的巧克力棒就比较容易断哦 哦 好聪明啊 我怎么没有想到 而且巧克力棒还可以直接拿着吃耶 那如果我的小朋友想要在上面做棉花糖可以吗 当然可以啊 很棒 今天就回家马上来试试看DIY一颗属于你自己的圣诞树 记得每周四晚上八点准时收看我们德麦烘培原地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还要记得开启小铃铛咯 我们下次见 拜拜 后子带你用了一个甜美风 嘿 大家好 各位观众 要为了拍这部小竹师傅去中睫毛咯 在这边软了一个红髮臭力 你可以帮他按矩形的一个化妆 哈哈哈哈哈哈